今天是禮監事會議第二次審查 因為第一次他已經沒有通過 第二次要給他們補件 了解嗎 結果他補件上來是我們是以聯産中心為基準 我們是以聯産中心的資料為基準 應該他如果想說我們那聯産中心有錯誤 應該他再去聯産中心再申請一副新的來 對不對 那最最正確啦 那他不是啊 我就發言說 你的資料上聯産中心就超過十二個月 如果超過十二個月他的禮監事 他就沒有資格 我是這樣講 他說我干擾 因為我是沈朝偉 一定要講清楚 對不對 但是他說你再講 我說應該我要發言 他就丟東西來就做我了 發言啊 民意發唆馬上過來了 不是 我說這邊要不要先問 今天目前下午這個審檔會議有沒有 副審檔會議的話有沒有 現在是已經就不算了 不算了 所以這次就算嘛 對 是不算 我們現在就要等余月署 余月署我們現在有請教 我們那個副手他有請教余月署 那就是說沒有主席沒有主席了嘛 那會有下一次的會議的話 會有聯産中心 然後跟余月署一起過來 然後再來召開 然後審查會議 余會資格審查有相關的一個糾紛 那我們檢警的立場 就是有關余會的選舉 我們要秉持合法理性 那我們也會嚴查會選 任何相關違法的情勢 我們檢警都會依法來研辦 絕不寬淡 目前就了解有雙方有醫院 要去助教組 然後傷害的情況大概是怎麼樣 是 那有關相關今天審查會 所發生的一些意見上的糾紛 那我們目前呢 當事人呢 目前再進一步了解 那如果雙方要提告 我們會依法來研辦 那不提告的部分 我們也就會有 有沒有涉及違法部分 我們檢警會主動來做一個偵查